上個禮拜講大家的長和系、長實那一堆 因為他們手上真的沒有那麼多東西 長實還回到一個月的高位 還有我們講 長和將旗下這些長實、長健 他們本身持有的一些在英國的合資項目 一次過給了兒子 等他們一次過給了未來五年租 他們就算是好水 所以長和都走勢很好 就算之前我們提過買 它回到八十八、八十九 現在是九十一個多 起碼不用輸 長和和長實 兩隻都是一個月的高位 這些水平 我覺得市場其實就像是一個反彈 但是彈得來27,500 比你站得穩27,500都是擋住你的 可能還要短期做多一次頂 但是看整個勢 越是這樣做法 要靠出口術才撐得起 越是不讓它跌 它越是有空間跌的 越是更加確認後市的趨勢 就是26,649到26,649附近那些位置 其實暫時 投資者關心一點就是究竟這個裂口保不保 26,649今天恆人止保 整個裂口9月13日扔一轉上來 裂口高開的 那裂成200點裂口 都不保其實遲早 硬下硬下都是要下去的 現在仍然是仍在引人落搭 入市 市有人上高 都完全不覺得有什麼恐慌 那些人都怕沒有貨 尤其是在700 整個勢是不行的 純粹反彈都不容易掌握 最終都跌下來收 中間都叫做 見過一下323元 如果一開始那一刻 湧進去 即抱即介 那我不阻礙你的 其實這些股份要留意著 因為內地都沽了不少 還有昨晚在外圍的美股那邊 例如阿里巴巴、亞馬遜那些 其實都不太行的了 那些脆店更加 哇 滑上滑下 完全很有擾股的本質 那最大問題呢 我想25、26日那個加息 其實牽引到的資金面 如果香港再繼續不跟 那港匯會更加之弱的時候 金管局很快又要出來接錢的了 到了我們的銀行體系結局 不斷天天堆天天跌的時候 那投資者到時要走 如何自處呢 我們真是有點擔憂 整個勢就 現在落到去26,000 守得到 可能都要試一試 不穿的 那都還可以 叫做趁有些個別股份超賣 叫做薄反彈 但譬如 長實長和 我們繼續都會看好的 因為看到它很勤力 去做一些東西來體現價值 重組一下財務 而另外一隻 就是如果你說防守股呢 我覺得煤氣是貴的 那些資金始終都是擁去中電 中電都累積升幅大的 但是因為它的股值都是15倍PE 而煤氣成30倍PE 雖然十送一紅股 但是它的股值貴的 那那個上升空間其實都比較困難的 而現在你看回這些本地地產股 其實擔心那個災後重建 可能都不會很強力 但是如果在防守股裡面 還有一些 譬如跟我們香港的相關度比較高的 你多窮都要喝水的 你喝的是什麼水 東江水 今天這隻270 我看到原來冷不防 它的走勢圖和恆子 爭天拱地 美得震 如果你看回270的走勢圖 是一浪高一浪 整條上升軌來的 這些圖都不可多得了 和那隻中通服務 很多人都不看這些股票 那些都是走勢圖 反覆向上反覆向上 它回回 不跌穿上升軌 你都是要留意的 但是中通服務我始終對它很有保留 因為多年前它在5-6元 樓上的時候 一沉不起跌到2元 中間你不走 就真的要倒閉了 如果再看回整體大市 那現在 越海或者中電這些 都是屬於比較具有防守力的 那越海投資就14元樓上 你不要搞了 今天是破頂的 如果回回一點點 有些獲利盤的 它始終去到這些位置 那有些高處不升韓 或者純粹短線的資金 我覺得它的走勢就像 兩隻257光大 因為市場都擔心光大是會拿錢的 那還有光大國際 港大國際 其實它的股價已經從高位跌了一半 可能這些位置都橫行一段日子 希望都有一些反彈 但是未見到一個很大的反彈動力 因為它走勢圖 之前是一浪低於一浪 都很明顯的了 我們現在擺股票都是要看著個勢 譬如人民幣 都仍在賺錢的時候 一些人民幣升值概念股 其實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它有航空、造紙 那些當然是備的 還有如果剛才提及越海投資的 就算是喜歡就時都要趕下價 那14元以下 或者近一點去13.5、13.7才考慮 其餘長實、長和、長健這些 我都是喜歡的 不過長健我嫌它最近累積的升幅 都太大了 而且它一向走勢是有點黏的 不用高追的 始終這些類功用味道重的股份 投資者都要趕下價 雖然它年年由97年上市到現在 都是一路增加派息 而整體的資金面 剛才提及過了 我們擔心如果香港還不跟的時候 息差的確斷 都會勢必影響所及 我們有些資金是會抽走的 還有如果真的加息息上來 其實好像溫水煮蛙那樣 通常頭的一段加息是不覺得的 所以地產股你見到沒有什麼事 因為它之前已經累積下跌了很多 現在彈了一點是災後重建 而另外一方面 我們覺得有些上市公司 其實它們可以透過一些財技 去體現它們的價值 譬如好像香港興業480那樣 這一隻今天建外它的管理層 其實很多朋友經常去Bangkor玩 不知道Sokotai這間Hotel Sokotai酒店曼谷最出名的Sokotai 很多人很喜歡那裏的泰式自助餐 香港人看到泰國人多過香港人 那它今天雖然破底 但是以它自己的每股的帳面值13元 每股帳面值13元樓上的東西 賣3個多人錢就真的太划算了 但是要留意這些股份的成交 就比較弱一些的 但是不要忘記它40周年 甚至它有紅股菜 而且始終你買這些有deep discount的 都會有防守性 那它的息率有兩這幾 那暫時如果你說和銀行的存款比 未必那麼吸引 但是它起碼那個reputation 那個good view是好的 你不用以為它只有一個余景灣 其實它在聖濤沙的resort也是它的 那還有上面大中理 靖安那邊興業太古會 其實那塊地都是它的 那所以還有這一類的股份 我會把新地賺500億 裡面有300億都是收租回來的 那這些股份 其實它們還有一個 能夠體現價值的空間是什麼呢 就是將它們的收租物業拆出來的 因為它自己本身興業 都有很多的收租物業 而新地也有很多商場 還有它的商場之外 還有一些收租物業的組合 其實將這個收租組合拆出來 體現價值 市場會對它們的資產值是重股的 話就說現在新地是117元 那今天的價錢叫做彈上一點 但是近來它是由高位 它的價錢是80-130元附近 120-130元樓上 跌下來的 其實跌了不少 還有它的賬面值 是說180多元的 其實這個抵抗都很深 香港普遍 我覺得如果現在說買樓 不如買地產股 好過了 因為它收的息 其實今次新地 剛剛出的一個業績 它加了派息 雞臂打人牙較遠 所以股價為何會變得強 還要在公佈業績之前 好像已經有春光鴨 知道它會派好 以為有些派彩 還有息率也算高 有接近4厘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買樓可以拿到4厘的回報 那我恭喜你 是的 但是在市場上高 可以給到3厘 4厘回報的本地僵 很強的內房股 事實上是不少的 就算是長實集團 它的賬面值是78元 它沒有什麼抵抗 它有60元 現在正在賣 息率也有接近3厘 但是市場會留意它 其實還有價值體現的空間 所以本地地產股 又不是一無事處 加息的週期就算啟動了 市場會有一下子的震盪 但是這些應該在之前股價的跌勢裡 提早反映了 不要忘記股價走快 比現實 起碼6至9個月 所以這次如果真的啟動了加息 相信加到兩三次了 甚至要看到聯邦基金利率 上到接近3厘了 真的很入獄 大家才會有更多的感受 當然現在買樓去追價 再用發展商 即高乘數的按揭 來供樓的朋友 自己都要看著頭串 如果再加上 就是用一層已經供完的樓 再去做抵押 再去買一層新樓 這一批我們會 真的要求神拜佛 上帝庇佑你 甚至要滿天神佛 都要庇佑你才行 始終現在的宏觀經濟 是有了拐點的 不單是貿易戰問題 因為過去這十年 行的QE 現在已經 是開始進入一個收水的階段 還有再印銀子 都是無以為計的經濟 已經行得很盡 印這麼多銀子 實體經濟 根本都完全 不是給一個很正面的反應 已經挖啞了 如果再下去的時候 是無以為計 要靠中國 現在中國又被美國打殘 連一個最大的消費國 都出了問題的時候 試問誰可以出來拯救地球 是不是 誰可以出來拯救地球 你靠大媽 大媽都擔心她自身難保 1500元又買這麼多金 她輸得起 都不是這樣輸 她自己的股票 都損手爛腳 不過不要緊 因為A股入魔 比重0.5% 接下來這個星期 Russell 羅素 又打算立A股入魔 入他們的指數 哄指數基金 看看有沒有機會 接入貨 指數基金都不是蠢 整個指數成分 是否一定 只要選擇 摘肥而誓 看看哪些股票 但是文說 羅素 它納入的比重 對於A股來說 比MSCI更鬆手 因為可以去到0.8% 今時今日 我們看 買ETF 是否真的這麼好 如果要看指數公司 他們這樣去納入指數成分股 或者甚至看到我們的 恒指服務公司 這樣去每一次都是摸頂 給那些新貴染藍 我覺得最遭殃的 都是買了港股基金 那些MPF 自求多福 多謝大家 指數 看著 都是要下去沉底 但回上去 過不了27,500 都不要叫醒我買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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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